《喜周作人》作者 鄭震多 在抗戰的整整的十四個年頭裡 中國外界最大的損失是周作人覆虐 鄭孝樹走馬上任去了 我們一點兒也不覺得惋惜 鄭主暗中受捲貼 結果不得不明目張膽地公看出來 我們也一點兒不為之痛心 因為他們都是屬於過去一個時代的人物 現在他們本來是已經不在我們的鄭武宗 這種人的失去 對於我們的文壇是絲毫不足輕重的 鄭主看出他的帶焚草 馬軍武先生一見便拋在一邊說 這些東西不分何帶 鄭孝樹的海藏樓也不是驚人之物 一個日本人到了他的海藏樓一見便 便暢談到窮的詩人住在這樣的大宅 我倒也願意做一個窮詩人 那樣無病生的東西本來不會有什麼真正的靈魂的 周作人就和他們不同了 周作人是在五四時代這樣稱起來的 他嗆到人的文學 異國不少的俄國小說 他的對於希臘文學的素養也是近人所喊疾的 他的詩和撒文都曾有過很大的影響 他的小河至今還有人在隱蔽的 他卻在新文學上經過很大的力量 雖然他後來已經是顯得落伍了 但他始終是代表著中國文台上的另一派 假如我們說五世以來的中國文學有什麼成就 無疑的我們應該說 鲁迅先生和他是兩個顛撲不破的巨石縱鎮 沒有了他們 新文學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鲁迅先生是很愛護他的 儘管他們倆晚年是何 但鲁迅先生口中出來沒有一句責難他的話 之地莫若胸 鲁迅先生十分地知道他的脾氣和性格 當時周作人常常有批評鲁迅先生的話 他常向我說起鲁迅怎樣怎樣的 但我們從來沒有相信過他的話 鲁迅是怎樣的爭執和爽直 而他則含蓄而多疑 一味聰大而實則熱衷 號稱局勢而實則心弦委屈 所以最初是竭力主張姓林 後來卻一變而為什麼大東亞文學會的代表人之一了 然而他的過去的成就 卻能不能不令人戀戀 所以周作人的失去 我們實在覺得十分的惋惜 十分的痛心 沒有比這個損失更大了 周作人是怎樣會失去呢? 周作人是怎樣會失去的呢? 我在七七以前離開北平的時候 曾經和他說過一次話 這是最後的一次了 這時抗戰救國的空氣十分的濃厚 我勸他有病的時候應該離開北平 他不以為然 他說和日本作戰是不可能的 人家有海軍 沒有打 人家已經登上來了 我們的門戶是動開的 如何能夠抵抗人家 他吃的是必笨論 他說 我說啊 不是我們去侵略日本 如果他們一步步的破進來 那我們 難道我們一點也不加抵抗嗎? 他沒有想 後來我們便談踏實了 這季以後 我們在南方的朋友們 朋友們都十分的關心著他 很多人都勸他南下 他說啊 他把盧迅的黨徒 回到他埔里 所以不能來 這完全是無眾生有的妥詞 其實啊 他是奈略於北平的生活 舍不得巴德灣的舒适 異常的棋居 所以不肯搬動 矛盾 他們在漢國的時候 曾經聽到過他的傳說 有過聯名的表示 在那時候 他實在還不曾偽 邵玉有過一封信給我說 下學期 夜景大學 以正式的聘請他為教授 他也已經答應下來了 絕對的 沒有什麼問題 我根據這封信 曾經為他辨白過 我們是怎樣的愛惜著他 生怕他會動搖 會腹膩 所以一聽到他 一肯就憑艷大 便會那樣的高興 但他畢竟服了膩啊 艷大的聘書 他也退回去了 其靖英是為了 英里元丹的時候啊 有幾個青年人去找他 向他開了幾場 槍子被為大一扭扣所抵住 並沒有穿緊 所以他便幸免了 一個車夫啊 替了他死去 但實際的原因 憑空並不是如此啊 那一場暗殺 必不能出城 他被判祖國 所以這一點 是有點被困難 我認為這次是 有關於大陸的 大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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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時候 他生命 很危險 在北京 他是被困難 他的 承認 那些 的 大陸的 真是 有關於 來自 取得 打 And he was a kind of a protection,communism,nationalists, obviously,communists and nationalists obviously not funded him. And they might just set him up as an example in execution of him. and his family became married to a japanese wife and uh his friend circles even his way of life were quite dependent on the japanese uh friends or people in those days so a fear of life fear of future and i don't think it's necessarily there's absolute confidence in the in the japanese going to perpetuate the occupation in china now that is hard to see but anyway somewhere is under danger without any guarantee or any protection unless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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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t he and his family want to leave the north which now is a family's you know most japanese wife japanese children considered half japanese i don't think he would have good life when he moved south anyway just not try to um give excuses for his betrayal or surrender to the japanese but to try to understand where he was at the time and uh rather than agree with us is here it's a persecution of why he did what he did and joe like lu xin has zoyan and lu xin all was educated and had many friends um in japan we also should be aware of that anyway let's move on the reading 世界哪有如此一不做二不休之人呢 其原因必定是另有所在的 必变乱啊 所以他不太相信中国的前途 而不太相信日本海陆军力量的巨大 成败立顿之年 横盖于心中便不能有所背有所从了 同时呢安徒从前和贪官舒服的惰性啊 又是他卸想着种种危险和迫害 他自己欺骗着自己压迫着自己 令他不能不显着一条舒适而安全的路走了 他在那个时候做梦也不会想到 日本帝国要如此崩溃世界啊 或是这样一个样子的 没有 So are you You know this aftermath commentary is sometimes not helpful Anyway I don't know which year this was written Didn't say So 前道孙是另一个背叛祖国的人 曾对一个未离北京大学的教员 那一个人不愿意用真实的姓名 要去改用一个假名字应聘啊 生怕将来政府回来了会有问题 他说过 你以为会这样的吗 我从来没有做此想过 Nobody have ever imagined The I don't think anyone who is a friend t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Or people Germans in there those days I would thought they would be Surrender and be total defeat In a sense And all Nobody would think communists In those who will quickly occupy the whole nation That's just not in the horizon of predicting the future So anyway That's mom 因为他们是那么坚定地相信中国的运命 所以他们才敢于做罕奸 这恐怕又是做罕奸产生的一个原因之一 I don't agree I just think You know he still think Japanese will survive Japan The nation as a nation will survive And he was able to move to Japan As a retreat If things didn't work out for him I mean 周祖仁 周祖仁便是这样想而成为一个汉奸的 即使他在做了汉奸之后 我们几个朋友 也还不能忘情于他 视之 先生在这一次 胡适啊 和一末先生 沈一末先生 沈一末 好像都曾经苦劝过他 而凤举先生和我 我不知道 谁说凤举呢 我也在常常想着 怎样才能使他脱离那个汉奸的圈子呢 我们总想能够保全他 记得他被捕之后 我们这个朋友谈起 很想用一个特别的方法 囚禁着他 但使他工作的 从事与翻译希腊文学什么的 那后来他做了 所以我们就终于回到 他其实他做了 最可能的语言工作 在新中国的领域 所以他实在是太可惜了 我们对他的福尼 觉得格问痛心 别见了任何人的堕落 还有痛心 我们觉得 就是在今日 我们不单单惜他 还应该爱惜他的 那这书记者 可能不是约理他 对负责他 或不控制他的认识 其实 其实这位有个人 有些真正的 他正在认识 这有些人 其实能触及 能够 有些人 有些人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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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a decent friend,you know,anyway,sorry to have my own comments here and there,just to understand I have read Zhou's works,the collection,and some of his history,and found it interesting he was caught in the rudder of life,and fit and drive him into many different the curse is really is sand to witness his life that has caught him in many traps,rather than he's able to spare him to not get involved many things that cause tragedy in his life,but you believe that,that the politics and the fellations,and those agitations of wars,divisions of the human life,whatever in this case,in his days,constantly battered people and never give people a really,uh,a better choice,I mean,you can see,read Ba Jin's,collections of essays,and stories,um,I mean,what a,what a,what a terrible journey of a life,anyway,we'll stop there,I'm like,I'm just thinking about the comments,just think about those people,there's always a sense of tragedy,and the same thing happened to those poets,normalists,I don't know about the word,or intellectuals,you know,so more than intellect,more than literature folks,when the russians took over,right,so Pasternak,um,then,you know,what is it,Masky,Futsuji,I don't know,those,those folks,as went through a terrible journey those days,well,it's like the boat,you know,in a great ocean,which was stirred up by the tempest,the hard escape according to thispredictment that they have no choice,but try to survive,maybe choose the wrong route,uh,they're trying not to be knocked down,I guess,getting sunk,and who knows,we're heading either in the base,or,you know,been wrong into the clave,so,and it's hard to match,to map up anyone's life,you know,in an ideal girl those days,it's impossible almost,the fate was not decided by ourselves,we,especially these days,we look at the history of the time and time,and the people like that often have the luxury like I am doing right now in the comments,this is true this world that way,I think that in non-city sometime,it's a helpful perspective for life,so,anyway,we'll stop there finally.